尊敬的 主位同修 主位护法 主位大德 大家六师吉祥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今天 我借这个 佛二的姻缘 用我的 虔诚的心 恭敬的心 向主位大家 来跟大家一起 互相的鼓励 互相的学习 也借这个姻缘 来跟大家 讲几句话 不是每一个姻缘 我们能够遇到 能够聚会一处 然后 来称联这一句 名号的功德 而不可适宜的 特别是在弥陀经里面 释迦牧 释迦牧尼佛为我们这一步 经取这个经体 一切诸佛 称赞 一切诸佛 守护念经 所以 我必须首先 先跟大家 说清楚 说明白 一句 一句阿弥陀佛 是死方一切诸佛如来 耳朵 所推广的 没有一尊佛 都不推广 这句名号 而释迦牧尼佛 为什么会出现在我们这个世间 先头一件 跟大家讲 先说明一下 为什么诸佛如来 会出现在这个世间 来为我们讲经说法 释迦牧尼佛 所会出现在这个世间 是因为世间的宗教 没办法 对于六道轮回的超越 而了生死出三界 离苦而得究竟圆满之乐 没办法 做到 属于释迦牧尼佛 而在这个世间出现的 如果释迦牧尼佛 能够把这一桩事情 超越六道轮回 而了生死出三界 这一桩事情呢 释迦牧尼佛 释迦牧尼佛就不会出现在这个世间 这个首先我们必须先要了解的 所以释迦牧尼佛为了要解决这个问题 应运而生 所以出现在我们这个世界 这个是头一个 先跟大家说明 我们今天能够闻到这一句名号 来念这句阿弥陀佛 说明你的福报 你的善根 你的福德 是非常的深厚 然后第二桩事情呢 首先要跟大家说明的 释迦牧尼佛在我们这个世间出现 而讲经讲了四十九年 而四十九年里面从华言 阿寒 方等 波日 到法华涅槃 所谓的我们所讲的八万四千法门 而这些法门全部都是 为什么为中心呢 都是以这一句阿弥陀佛为中心 这一桩事情我们必须要清楚 就是说释迦牧尼佛讲经说法 从阿寒 华言 方等 法华 涅槃 都是以什么为中心 都是以这一句阿弥陀佛为中心 因为一切法门到最后 都是倒归其论 这一桩事情 我们必须要先了解 因为时间很短 所以我先把这些 跟大家说明一下 那 那释迦牧尼佛 是什么 这个一定要清楚的 这个一定要清楚的 你今天念佛 你的方向 你的目标是什么 为什么 十方一切 他在书中心的 教讨论 那今天我们今天的念佛 我们最主要的 我们的目的 我们的目标是建立在哪里呢 当然 刚才不是讲过了吗 一切法门到最后 都是倒归其了 那我们的方向 都是千金阿弥陀佛 就是要倒归其了 就是将来离开这个世间 要发愿求生净土的 这个是我们念佛的人 最大的 最大的一件事 就是要倒归其了 这个是最伟大的一件事情 那很多原因 为什么我们要倒归其了 为什么我们要发愿求生净土 当然很多原因 那我们要亲近阿弥陀佛 你要往生净土 首先我们建立自己的基本 那这个基本要从哪里开始 我们要先从哪里做起 你要超越六道轮回 你要了生死 出三界 最难得的就是能够往生净土 那我们的基本要建立在哪里 所以很多人问师父 师父我们念佛最大的目标是什么 有没有人知道 我们今天念佛最大的目标是什么 你要从哪里做下去 从哪里做开始的 像我们学佛 一个人要学佛 你要从哪里开始学佛的 要不然你搞不清楚 到最后你不知道他写什么 你要记得 我们要知道这件事情 很多人都不知道 我要学佛从哪里开始 释迦牟尼佛讲这么多经 八万四千法门 那我们要从哪一个开始呢 那今天我们的基本要建立在哪里呢 我们今天念佛最高的目标 最大的目标 只有一个就是放下 没有别的 今天释迦牟尼佛讲 今天说法八万四千法门 就是因为众生有八万四千的烦恼 才会有八万四千的法门 而每一个法门到最后就教你什么 就叫你放下 放下用心带来讲 就叫你舍 那放下我们首先要从哪里开始 因为我们要一层一层去了解 你才能够达到这个目标 所以为什么现在念佛的人多 得力的人少 什么原因 错在哪里 我们必须要了解的 所以今天你想要得到最高最圆满的 得到我们所讲的目标 能够这一生将来离开这个世界 往生西方起的世界 那我们必须要从放下开始 因为放下是一个手段 那放下要从哪里开始呢 那这个一定要清楚的 放下从哪里呢 如果大家懂这个明白这个道理 你今天学佛 你在这个人生 你在这个人生 你会过得非常的幸福 今天呢 尊敬的追同修大德 我们首先必须要先放下的 就是你的内心的欲望 因为这个欲望从来没有此境的 然后从欲望呢 我们必须要从我执 从我们的执着开始下手 你要克服我们的执着 今天我们生生世世 没办法超越六道沦违 是因为这个执着的根源 从执着才是产生我们的我执 从我执开始才产生我们的称慧 因为称慧 我们的我执慢慢的发展到 我们的余志 我们的基督 我们的五一六成 我们内心的自私自利 明文力 这些都是以我执为中心的 所以这个我执中心一发展 就是我们无量 无边无民的烦恼 所以你今天你不放下 你不克服 你怎么能够得到呢 最尊敬的 不然的话你只是跟阿弥陀佛借个缘 你是没办法超越六道沦违 你没办法了身事 你念佛有多好 你也没办法往生净土 这个道理我们必须要知道的 所以尊敬的 注意同修大德 在这个地方我跟大家来讲一个故事 过去呢 有一个叫做修五法师 修行的修 修行的修 无常的无 他这一个人呢 一生不认识志 而且过去是做一个什么 泥水酱的 那出家之后呢 他都是做那些 人家不想做的事 人家不敢去做的 比方说洗厕所啊 调水 砍财 种菜 做一些人家不敢做的 做一些人家不想去做的 就是做那些苦工 人家不想做的 他通通去做的 这个心态是什么呢 这个教授什么呢 这个教授什么 以事无求啊 以人无争啊 一生老老实实啊 念一句阿弥陀佛 而且 他在事的时候 常常人家批评他 来取笑他 看不起他 甚至于来伤害他 来骂他 来侮辱他 来 甚至于最严重的是 来打他 他一句话也没有抱怨 他只能跟他笑咪咪 合掌 鼎礼 而跟你说 而且不在乎这些的 你看修无法师 一句阿弥陀佛 人家怎么对待他 他处事待人接物 都是落实在这句阿弥陀佛当中 走到哪里 就是这句阿弥陀佛 看到人 就是阿弥陀佛 耳朵所听到的 眼睛所看到的 六根接触六成 就是这句阿弥陀佛名号 人家不想做的 他就为大众服务的 不但为大众服务 甚至回头过来 有很多人来批评 他都不在乎 所以很多人问他 不修法 修法师 你为什么 人家这样对待你 为什么你不要跟他 平平理 为什么呢 修法师怎么说呢 今天如果我们 遇到这样的事情 人家来批评你 讲你几句话 讲一些不好听的 或者甚至来伤害你 毁谤你 骂你 你会不会生气 会不会 如果今天你还会生气 那你今天念阿弥陀佛 不是真的念阿弥陀佛 你念阿弥陀佛是假的 你看那个 中风果师不是讲吗 如对 持尊 什么叫如对 持尊 今天人家怎么侮辱你 毁谤你 伤害你 你还是对他那种恭敬 看到三宝的恭敬 看到阿弥陀佛那种恭敬的心态 那个阿弥陀佛其实才是真的 如果今天人家来批评你 你还计较 你还是为了这个事情给自己烦恼 那你今天所念的阿弥陀佛 那不是真正的阿弥陀佛 那是假的 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遇到 这种的逆缘 很多人鼓励 修法师啊 你要跟人家平平礼 你看 人家这样对待你 你还能够接受呢 修武法师啊 他怎么说呢 他说啊 我不在乎这个问题 我最在乎的 我这一生能不能往生净土 那个才是关键 我这一生能不能过得幸福 那个才是关键 我这一生能不能成就 那个才是关键 修武法师啊 跟大宗是讲这样的话 如果今天我们遇到了 可能家里的菜刀可能会出来了 有没有人家接受 批评你的时候 对你的人们厌侮辱的时候 态度对你不客气 而且啊 你轻轻轻轻的 然后跟他讲 笑咪咪 阿弥陀佛顶礼合掌 请举手 有没有 为什么不敢呢 我相信啊 如果今天我们遇到这样的 逆缘啊 你那个心里面会很难接受 会受不了 你为什么对我这样 我哪一个地方对你啊 做错事啊 所以为什么夫妻会嘲笑 都是这个原因 你看修武法师啊 他告诉大宗 我不在乎啊 人家怎么对待我是他的事 我要怎么对待人家 那个才是关键 他批评我 他是我的好老师 他是来成就我的 我今天要求忍辱 如果没有经过这个磨炼 我怎么能够成就自己呢 我怎么能够往生净土呢 我怎么能够跟阿弥陀佛亲近呢 我怎么能够跟大家 大家在西方极乐世界 这些诸善善能机会一处呢 修武法师就是这个态度啊 他把放下这两个字真的做到了 没想到 在海尔滨 在办这个三藤大戒的时候 这个谭虚法师 在哈尔滨 极乐市 办这个三藤大戒 他真的 在做一个义工 帮助做义工 帮助这些法师 照顾这些法师 做了一半 他告诉谭虚法师 我要跟你请假因为我要离开了 这个谭虚法师 你一定要把事情做圆满 现在还是三藤大戒 你要把这个三藤大戒做圆满才离开 修武法师跟谭虚法师讲 他说啊 我不是要离开 但是我要回到我老家 哪个老家 我要回到往生西方系的世界 大家听到这样的事情 大家惊吓一下 下来一条 然后问他 你什么时候离开 还有十天 讲完 他离开之后 又回来 告诉谭虚法师 可能不是十天了 明天我就要离开了 真的 你看他老年家 说到做到 第二天就离开 欲知死之 往生西方系的世界 所以尊敬的 至于同修大德 他为什么会做得到 老实 听话 获道 就是这个原因 那今天我们能不能做得到 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做得到 只要你能够听话 只要你能够老实 你真干 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到西方净土 没有别的 就是要离苦 我们这个世间真的 确实真的太苦 我们来到这个世间短暂 生活几十年 时间到了 就要离开了 离开之后 随着自己的业力 将来又生到哪一道 我们自己都不知道 所以今生能够得人生 下一辈子能够得人生 也不一定 五量节以来 生生世世都在六道轮回 到今天我们无法解脱的原因 就是因为对这个世间的执着 而这个执着没办法克服 那我们是没办法永远得生净土的 因为往生西方级的世界的条件 第一个就是你要对一切的万物 不能有一丝好的执着 如果你还有一丝好的执着 就无法得生净土的 那今天我们无论怎么执着到最后 还是带不走的 这个道理我们必须要了解 所以必须要把这个人生 这个生活看淡 不要过于执着 克服自己 明白自己 了解自己 我今天念佛是为了什么 我今天学佛最主要的为了什么 如果今天我们只是修福而已 你今天念阿弥陀佛 当然这句名号的福报功德太大 但是如果只是因为修福 你念这句阿弥陀佛 那阿弥陀佛的作用 那不是我们所讲的 你可以念其他的名号 所以尊敬的注意同修大德 借这个姻缘 互相来鼓励 你今天我们坐在念佛堂里面 你念佛要得力 首先你要把万言放下 把你的心 把你的口 投入在这句名号 那你念这句名号 你就会得力了 所以我们讲的心要安 心不安 一切事业都不会顺利的 包括世间法 初世间法 那个心安 安要从哪里来呢 必须要从看破方向而来的 而这个看破方向 要从哪里下手 从你的心 从你的心 在事实上里面 我们跟一般人都是一样 该上班的上班 该吃饭的吃饭 该去玩的玩 该看电影的看电影 该看电视的电视 但是心里面我们很清楚 你必须要了解 放下看破 必须要重新 你心一放下 你的心你就安了 你的心安 一切事 你就顺顺利利的 这个就是我们学佛念佛的秘诀 一个人的福报 是看你的心量 一个人能不能成就 是看你的修为 所以一切法为先造 而这个心 离不开这句阿弥陀佛 你的人生 永远都离不开这句阿弥陀佛 那你这句阿弥陀佛 那就念成功了 所以今天 我们一定要明白 念佛的目标 首先必须要从放下开始 只要你放下 对世间能够克服 特别对你的自己的欲望 对世间的执着 而从执着 我们能够对于称慧 愚痴 自私自利 明稳利养 能够慢慢的克服 那我们今天念佛 非常功德不可思议了 获得无量无边的功德利益 那我们就继续用功 继续念佛 继续学习 今天如果有讲一些不对的地方 讲一些 能够不够圆满的 请大家多多批评 多多修正 我们继续努力 来继续念佛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祈祥